所以痛苦,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,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,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,因为你自己的内心,你放不下,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,四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, 不论它有多坏,甚至它伤害过你,你一定要放下,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,五点当你快乐时,你要想,这快乐不是永恒的,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,六点今日的执着,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,七点你可以拥有爱,但不要执着,因为分离是必然的,八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,九点你失魔时候放下,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, 十点每一种创伤,都是一种成熟,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,自卑的人没有救,认识自己,相服自己,改变自己,才能改变别人, 十二点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,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,不满人家,是苦了你自己,十三点一个人,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,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,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,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,十五点毁灭人只要一句话,陪着一个人却要千句话,请你多口下留情,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,咒骂你的人是谁,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,难道你也要趴下去翻咬他一口吗? 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,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, 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,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, 别人就容易接受,十九点同样的瓶子,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? 同样的心理,你为十磨药充满着烦恼呢?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,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,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,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, 当有一天,你深入了解后,你会发誓你, 很像这,那么美好,二十一点活着一天,就是有福气,就该珍惜, 当我哭泣我,没有鞋子穿的时候,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,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,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,你懂吗? 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,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,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,乃至于珍惜生命, 不乐解生命的人,生命对它来说,是一种惩罚, 二十五点情直是苦恼的原因,放下情直,你才能得到自责, 二十六点不要害肯定自己的看法,这样子比较少后悔, 二十七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,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, 二十八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,是可耻的,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,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,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,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,通常都会有错误的,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,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,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,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,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,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,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, 名声与尊贵,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, 有得自然香,原谅别人,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, 以便回旋,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,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,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,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,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, 无药可救,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,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, 何苦呢?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, 无所事事,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,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,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, 四十点审默示, 毁谤最好的答复,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, 就是在庄言你自己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